传媒大学 以前有一个舞厅 那个舞厅是各高校 大家都很心仪的一个地方 这个曾经 现在已经是很多 是大咖了 都专门来到北京广播学院 专门到舞厅来跳舞 其实都是想见一下孙小梅 瞎说 想见你的 帅哥来的都有谁 葛优 葛优是帅哥 对呀 孙小高 一个比一个帅吧 那我也是 然后高晓松 对 跟他们比起来 我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高晓松 高晓松从清华大学 到北京广播学院 一路骑自行车 那那时候就自行车 然后关键是 他穿着拖鞋骑自行车 自行车后架上 架了一双崭新的高邦奈克鞋 那时候我们还算熟 然后到了学校之后 舞会开始了吗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小梅在吗 是你编的 这故事你编的 真不是编的 然后说都在 开始了 第三个 立刻坐在马路牙上 咔咔咔 把鞋换了 太大 这是耐克的鞋 高邦耐克运动鞋 那个时候在我们来讲 做学生的 这都是很奢侈的 那我知道了 相当于LV了 娱乐九九收集分享 明天 这样 的